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5国剧盛典最佳男演员奖 主演的伪装者 《狼牙榜》 《大好时光》三剧入选 年度十大影响力电视剧 有七部剧先后入选广电总局历年中国电视剧选集 入选作品数量在中国所有演员中排名第三 现在的胡歌红的发子 多少女明星已能和他饰演 荧幕情侣未荣耀 要知道收视女王赵丽雅 一直把胡歌当偶像的 见到胡歌都是忍不住的娇羞 如果有谁能夺走胡歌的迎听出文 那可真是被万千少女少妇们羡慕极度恨了 连当年和胡歌一起被称为金童玉女 杨幂都没有这个机会 因为这个出文已经被一个女人截图先登了 她就是黄磊的老婆孙丽 2004年2月 胡歌主演的第一部电视剧《蒲公英》首播 那时候的胡歌还是上戏大三的学生 在剧中扮演农科生成浩 这是一部青春爱情剧 故事讲述成浩 与两个双胞胎姐妹之间 七万动人的爱情故事 那时候的胡歌非常青春智能 透着一股青春气息 在剧中却耀眼一个六岁女孩的爸爸 一开始真心接受不了 和胡歌产生感情纠结的是孙丽 年轻时候的孙丽也是非常青春漂亮 两个人很当对呢 该剧中胡歌的迎评出文献给了孙丽 拍摄时胡歌很紧张 由于吻式的梦境中 但灯光调了很多回都没调好 于是拍了很多遍 后来一年后 胡歌接演 我令他后来红透大江南北的《仙剑奇侠传》 这部剧太经典了 当时开创了仙侠举的仙剧 而胡歌的李逍遥和刘亦菲 的赵灵儿 成为无数人心目中最美好的回忆 而在这部剧中 出演赵灵儿母亲亲的就是孙丽 赵灵儿是李逍遥的心上人 两人还拜了天地 那请自然是李逍遥的丈母娘 胡歌依旧帅气逼着 孙丽依旧温婉逐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